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大卫拜恩的《制造音乐》 这本书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向音乐宗师学习制造音乐的过程 许多摇滚明星都写过关于自己职业生涯的书 但还从未有摇滚明星写过他们制造音乐的过程 被时代周刊誉为摇滚的文艺复兴人的大卫拜恩 将通过这本《制造音乐》为你打开音乐新世界的大门 它将带你走进音乐世界的幕后 探究从写歌到出唱片 从最初的音乐到最近火爆的流行音乐的制造过程 在《制造音乐》这本书中你将了解到 交通会对鸟儿的叫声产生影响吗? 环境将如何影响音乐的创作过程呢? 为什么有的乐团可以大放异彩 而有的却一直默默无闻 音乐具有怎样的社会力量 它能降低犯罪率 甚至使年轻人摆脱贫困的处境吗? 除了情感和技巧 环境对音乐制作的影响更为深刻 所有的音乐都源于创作者内心的灵感爆发吗? 大多数人都认为音乐源于创作者某种内在的情感 都感觉创作者可以很轻松地爆发出创作灵感 直接拿出旋律优美的成品 人们也都觉得音乐作品的质量完全取决于创作者的能力 举个明显的例子吧 大多数人认为西方中世纪音乐的和声很简单 其原因是作曲家还不具备运用复杂和声的能力 但原因并非如此 而且刚好相反 中世纪的整体环境决定了其音乐的风格 比如说长音和缓慢的曲调撞上歌特式大教堂的石墙 会产生长时间的回响 形成十分美妙的旋律 而过多的重叠和碰撞会使音调变得不和谐 所以在这种石墙材质的教堂里演奏的中世纪音乐 其和声必须简单 而且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新的演唱方式 例如麦克风的出现 使歌手的演唱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它们可以降低音量 不再单纯地依靠肺部发力 这也导致了一些人彻底地改变了它们的发声方式 比如法兰克辛纳区 平克劳斯贝等人 他们成了用麦克风唱歌的第一批音乐人 但是不仅在人类社会中 会有这种用音乐主动适应周围环境的现象 研究表明 动物的叫声也会进化以适应环境 比如说在旧金山 鸟儿的音调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样人们才可以在交通噪音日益严重的环境中 听到它们的声音 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传播的噪声越来越大 鲸鱼的叫声也越来越响亮 录音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创作和听音乐的方式 1878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种录音技术 这种技术使音乐摆脱了 实时现场演唱这种方式的限制 对此后的音乐的制作和体验感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录音技术的普及改变了人们 演奏乐器和歌唱的方式 例如乐队必须以更精确的节奏进行演奏 因为如果没有表演元素 去分散观众注意力的话 不稳定的节奏听起来会更加凌乱 所以演奏者必须学会在演奏中使用节拍器 此外 颤音效果的应用也变得更加常见 颤音是指歌声乘波浪式的活动 这是弦乐演奏者或歌手经常采用的一种技巧 这种技巧掩盖了表演的精确音调 所以最初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欺骗 但是在录音中 哪怕是最微小的音调差异 人们也可以察觉到 所以颤音对于掩盖错误的音调很有帮助 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音乐中出现的颤音 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甚至还可能会觉得在古典弦乐演奏和歌剧中 如果没有颤音的话会很奇怪 不仅如此 录音技术也改变了我们听音乐的方式 美国作曲家约翰·菲利普索萨反对录音技术 他担心这项技术会取代真实的音乐制作过程 并最终将音乐的表达形式和体验感受 降低为诸如留声机和唱片等旋转的数字系统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现在当我们想到一首音乐时 首先想到的是特定的录音 而不是真实的人生 同样的 人们现在也通常认为 同一乐曲的现场表演是对录音的演绎 而不是真实的音乐表达 但是在二十世纪 一位名叫西奥多·阿多尔诺的哲学家和音乐评论家 对于失去视觉表现的音乐表现形式 持较为乐观的看法 他认为这样人们就能够更加客观的欣赏音乐了 继录音技术之后 数字技术改变了音乐制作和音质 贝尔实验室在发明了电话的同时 意外地发明了数字技术 1962年 研究人员通过将声波划分为片段 可以转换为一和零 成功地实现了声音的数字化 这一技术的发明 极大的影响了音乐制作和音质 数字录音会将音频切割成若干片段 而听众们听到的 往往是连续而完整的声音频谱 但是即使大多数人无法分辨数字录音和模拟媒体中的音频的区别 但是二者的音质确实不同 因为模拟媒体可以无限地复制声音频谱 数字音频录制人员往往追求数字化清洁度 他们会单纯地追求声音的清脆度 并坚持自己录制磁带和唱片 数字技术也改变了音乐的音质和作曲方式 例如使用电脑制作的流行录音通常会被量化 也就是说这种音乐的节奏不会变化 量化技术可以使歌曲的节奏变得紧凑 而且录制人员可以很方便地在计算机屏幕上 对音频进行编辑和整理 所以目前这种技术的应用十分普遍 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一些人认为 虽然量化技术有助于音频的处理 但有时它会使音乐听起来有些千篇一律 另一种数字技术的使用也会对音乐制作产生影响 这种技术就是乐器数字接口技术 乐器数字接口会将音符编码为一和零 而非真实的声音 但是由于乐器数字接口不能敏感地捕捉到 弦乐器的细微差别 所以人们通常把它与键盘乐器和打击乐器进行连接 而乐器数字接口的这一特征会使作曲家 对使用某种乐器产生倾向性 这进而对他们的音乐创作产生了影响 在音乐的录制中 单独录制和共同录制各有其优缺点 音乐录制不单指的是录制乐队或音乐家的声音 它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极大的影响着音乐 而且与大多数其他艺术形式一样 音乐有不同的录制方式 每种方式各有其优缺点 第一种是隔离录音法 在这种方法中 音乐制作人和录音师对录音效果起决定作用 这种技术在20世纪70年代末很流行 其方法是将每台乐器隔离起来单独进行录音 以获得尽可能清晰的声音 隔离录音法会将不同乐器的演奏者完全分开 例如鼓手会在独立的隔间之中录音 而贝斯手则被吸音板包围 像这样制作人可以将音乐分解 然后重新组合 整个过程都在制作人的掌控之下 但是你知道的 这种方法会阻断音乐家之间的互动 对最终的录音成品产生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许多音乐家不赞同隔离录音法 他们认为乐队成员在一起录制 才能呈现出最好的作品 虽然在一起演奏可能会出现混音 但是许多乐队成员习惯了一起演奏 觉得这才是一种最为舒适的音乐录制方式 而且能够听到整个乐队的演奏 也往往会使各演奏家的表演更加自然 更加精彩 现如今音乐录制不像20世纪70年代后期那样 需要严格遵守音乐录音中的某种方法 音乐人不用局限于隔离法或集合法 并且有时候一张唱片 可以采用好几种录制方法 而每种方法都会对音乐产生不同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合作在音乐创作中的重大意义 合作在音乐创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像列农和麦卡特尼 贾格尔和理查兹等等 众多享有剩余的歌曲创作搭档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今合作原则在音乐创作中仍然很受欢迎 甚至出现了跨国合作 音乐家之间可以通过传输数字音乐文件来实现合作 为了录制专辑 今天会发生所有事情 伯恩与制作人布莱恩·伊诺进行了远距离合作 伊诺会将月稿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伯恩 伯恩收到后会添加人声并将其发回给伊诺 而这张专辑就是在两人的跨国合作下完成的 虽然在此过程中双方可能会产生误解 但它的优点更加明显 比如它使双方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下一步的制作 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合作 在创造性方面 团队协作都会有许多弊异 第一点好处就是 合作可以使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得到改进 本文作者原本打算将他的歌曲《精神杀手》制作成民谣 但是Talking Heads乐队的加入使这首歌更具活力 这种力量感很受观众欢迎 第二个好处就是 集体的即兴创作可能会给你带来无限的灵感 Talking Heads乐队基于他们的即兴创作 衍生出了一种新的音乐创作方式 那就是成员之间的互动 可以使整个作品朝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合作创作可能有力也可能有弊 但它毕竟是许多乐队创作的动力 而且这样一来 整个乐队都能成为乐曲的创作者 团队共同承担创造性决策 你就可以更好地专注于自己负责的部分 换句话说 尽管合作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你的掌控权 但这实际上可能是一件好事 各种新技术导致唱片的销量有所下降 但唱片销量下降反而使音乐产业更加灵活 1999年以来 音乐发行方式的变化导致唱片的销量下降 随着数字发行方式的兴起 唱片的销量更是急剧下降 如今已经很少有艺术家能够靠发行唱片为生了 以下是唱片销量的实际情况 在2009年发行的所有专辑中 只有2.1%的唱片销量超过5000张 而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中 只有35种唱片的销量超过了100万张 到了2010年 只有10种唱片的销量超过了100万张 可想而知 大多数像桃儿唱片店和维京超级店这样的音乐产品 零售连锁店因此而倒闭了 这也意味着标准的版税协议 唱片公司为唱片提供发行资金 艺术家获得一部分唱片的销售额 不再适用于大多数中层艺术家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版税费用甚至不够支付唱片的制作成本 而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不亏本 必须要买出大量唱片才行 现如今唱片的辉煌一去不复返 而音乐会门票和其他音乐商品的火爆场面取而代之 不过这种变化也是有好处的 它使得音乐产业变得更加灵活了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吧 现在越来越多的音乐家 不再与传统的唱片公司合作 而选择独立进行音乐制作 电台司令乐队离开了其合作的百代唱片公司 然后自己在网上发行了他们2007年的专辑 彩虹礼 而麦当娜和老东家华纳音乐 结束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并与现场之国演艺会经纪公司签约 此外 个人录音和数字发行的简便性和便利性 吸引了许多艺术家 他们尝试全程靠自己进行制作 也就是自行编写 自行制作 自行销售 自从唱片销量下降以来 传统的唱片销售方式变得不可行了 不过幸运的是 当今音乐产业的灵活性 为艺术家提供了众多其他选择 比如演唱会 场地很重要 合适的场地能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音乐场景 在欣赏现场音乐时 场地会影响观众的体验 一个充满活力的音乐场景 甚至可以形成固定的音乐标识 以纽约的CBGB俱乐部为例 最初它只是一个飙车组酒吧 到了1974年 它凭借场地优势 发展成了新兴音乐界的标志场景 实际上 音乐因素的融合碰撞 使得任何场景都可能成为 充满活力的音乐场景 首要条件是 该音乐场地 要为表演者提供选择和待遇 也就是说 乐队应该得到公平的报酬 刚开始 CBGB俱乐部并不出名 后来歌手兼吉他手汤姆威尔伦 劝说CBGB俱乐部的老板 允许他们的乐队赚一些入场费 就是演奏者赚取一些观众的入场费 之后该俱乐部才得以腾飞 在此之前 CBGB俱乐部就只是一个观众不多的飙车组酒吧 但是后来 俱乐部对那些不出名未签约的乐队开放 使得这些乐队可以通过演奏自己的音乐来获得报酬 自此以后 这个场地就逐渐成了音乐界的新兴标杆 其次 这些场地还要在晚上对演奏家免费开放 这样一来 这个场地增加的将不只是一名观众或者一名演奏家 它将更有可能成为受欢迎的观众聚集地 第二个因素 就是场地的布局设计要合理 这也是影响场地演出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CBGB俱乐部提供适当的舞台尺寸 合适的舞台形状和恰当的位置 这种布局促进了许多乐队和歌曲的兴起 这个俱乐部的舞台不大 给人一种亲切的氛围 不平整的墙壁和较低的天花板 使得现场表演的音质非常好 此外 这个俱乐部没有后台 所以表演者需要一直面对观众 这使得他们不得不与现场观众打成一片 也获得了观众的支持 合适的音乐场地 对于本地音乐家和艺术家而言十分重要 因为这是他们发挥才华的唯一途径 而要想拥有这样的场地也不难 只需遵循一些简单的原则即可 鼓励业余爱好者制作音乐 可以带来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效益 长期以来 艺术教学和资金投入的目的 并不是培养普通大众的创造力 随着录音的出现 音乐教育的重点 从教授学生如何创作音乐 转向如何理解音乐 并且特别强调某些高级音乐 而是这种音乐等级制度鼓励的是消费 而不是创作 并且很可能是那些积极创作 自己音乐的业余爱好者受挫 例如在美国 音乐教育的规模已大大缩小 美国学校对于强调考试成绩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学习计划 使得大多数州都大大减少了他们的艺术课程 但是业余音乐制作具有巨大的价值 因为音乐具有成为社会粘合器 以及推动社会进行自我变革的力量 音乐创作还有其他好处 人们在创作音乐时会有一种自我掌控感 而且乐队演奏也会给乐队成员带来新的社交 而且作为有组织的系统 音乐甚至可以打击犯罪 抗击贫困 例如音乐家卡里纽斯布朗 在以前巴西危险的地区建立了几个音乐和文化中心 他的灵感来自于自己在坎迪亚的成长经历 那个地方成了使孩子们远离毒品 鼓励孩子们唱歌 参加鼓乐队 以及其他音乐创作活动 这些举措使孩子们充满活力 给了他们希望 并降低了那里的犯罪率 委内瑞拉少儿交响乐团 属于一项音乐教育计划 该计划始于1975年委内瑞拉的停车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计划不仅培养了许多高级音乐家 而且还与贫困斗争 为那些处境不利的孩子 提供了改善生活水平的机会 音乐可以改变人们的情感 智力以及生活 当音乐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时 它甚至可以转变成一种道德力量 因此人们也应该对业余爱好者的创造力 给予十足的重视 音乐不仅是娱乐 更是我们人类的特质 给我们带来幸福 音乐似乎一直是人类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一些理论认为 音乐起源于母亲对婴儿传递的 非语言声音 而其他理论 则将音乐与自然或动物的声音 联系起来 尽管人们对音乐起源的认识 有所不同 但所有人都同意 音乐是与人同时出现的 人类制造出音乐的最早证据 可以追溯到大约4500年前 这个证据就是尼安德特人演奏用的笛子 其音色与现在钢琴白剑演奏的音符 基本相同 而且人类已经进化出 许多与音乐制作有关的专业技能 例如研究表明 人类在婴儿阶段就可以区分音阶 并且喜欢辅音以及稳定的和声 婴儿还会记住相关的音乐 如果婴儿知道了生日快乐这首歌 那么无论你以哪种音调开始播放歌曲 它们都会辨别出来 而甚至连计算机都还不具备这种功能 最后音乐对我们的心理健康 有着深远的影响 大多数人都认为 如果失去音乐 那么生活会缺少很多意义 此外研究表明 与其他许多艺术形式相比 音乐可以使大脑的许多部位活跃起来 实际上有些脑损伤的人 只能在音乐的帮助下度过日常生活 基于这一发现 相关人员已经开发出了旋律音调疗法 来对一些脑损伤患者进行治疗 现在人们已经发展了许多欣赏和创作音乐的专业技能 尽管不同的音乐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但是我们也会对一些音乐形式和结构产生共鸣 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音乐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益 总而言之这些都表明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本书所谈到的内容 首先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会因环境的影响而变化 音乐的演奏场所录制方式 以及创作音乐的数字技术 都是音乐制作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是始终不变的是音乐对我们人类而言的重要性 它可以将我们凝聚在一起 也可以成为一种使我们的自觉觉醒的工具 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音乐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灵活 我们也有了无数种将音乐推向世界的方法 好了 大卫拜恩的制造音乐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 感谢观看